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我是Hank好 歡迎大家來收看Ben的大事分析 今天的時間是2021年9月9號 對於今天的衡生指數來看 已經是設定了兩天的調整 在今天的早上時間 包括昨天也和大家分享恆生指數的走勢 當時的一個觀點就是 一定要做好一個減倉或者離場的操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來看看今天早上的9點之前的一個早餐的觀點 首先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了 在恆生指數的持續兩天的反彈之下 很多一些朋友可能會持有一個比較樂觀的預期 可能認為恆生指數可能會有繼續大幅走高的一個可能性 但我給大家潑了一盆冷水 為什麼這麼說呢 恆生指數目前是不具備一個持續去大升的一個基礎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經濟面 大家來看看 目前的一個8月份的一個經濟數據 當然是全球的經濟數據 整體來說 無論是美國的一個非農就業人口 就是這個就業人口數據 是出現了明顯的效果 還是這個製作業 PMI數據 也都包括我們國內的 內地的經濟數據 也都出現了明顯的一些效果 所以從經濟數據方面 出現了一個增長會落的跡象 所以還未完全去支持恆生指數 去繼續去持續走強 這是一個邏輯 但大家也不用過於擔心 這個不多說了 第二方面就是一個技術面 技術面方面最主要就是一個上升的動力 開始去降低了 減緩了 怎樣看出來了呢 那大家也看到了 首先這個K線的一個升幅 它是越來越低了 這個說明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多方力量 是開始遞減的 我們看看這個指數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就是 前期一個升勢 大家看看 從這一天的上升之後 之後的第二天 它的K線收市的一個升幅 是縮窄了 大家看看是縮窄了 是不是縮窄了 然後第三天 第三天之後 已經是收出一個十字星 十字星這麼說明已經是 多頭已經無力再去推震這個指數 繼續去上行 所以大概就是一個調整的風險 所以這兩方面 是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恆生指數會出現一個調整 所以今天的調整也是非常正常的 調整下來我們又怎樣去看呢 是不是恆生指數會再次出現一個大跌的可能性呢 其實在這方面大家也不用過於去擔心 目前一個整體的走勢來說 依然是一個雙體 大家看 就是24580點到27000點的一個雙體震盪 雙體的震盪 OK 在雙體的頂部出現了回落 這次的調整 也都會可能再次去回到 之前的一個雙體的底部 所以對於這次的調整 我認為呢 不用過於悲歡 反而 我認為是一個 我打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去暴暑的機會 首先來看下方的支持位在哪裏呢 很明顯的了 你說一個走勢了 OK 這個是前期一個上升的一個小趨勢 小趨勢 在雙體裡的一個上升的小趨勢 目前來看已經是跌到了前期的一個 最近的一個起漲點 就是25800點左右這個位置 第二個一個起漲點在哪裏呢 在這個位置 所以目前的調整 我認為是可以去分倉去部署的 但總體倉位呢 不應該去過重 輕倉 去輕倉 當然啦 是可以低級一些 一些有業績比較好的 有項業前景有預期的 比如說醫藥CSO 光復 或者這個是 新能源汽車 也都說是最近的 即將要來的一個是 接假日的一些消費股 比如這個是旅遊 這個是酒店業務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低為去吸納的一個方向 OK 那就是對於接下來的指數的一個判斷 所以對於恒生指數 未來的一段時間呢 那阿Ben不會過於悲觀 反而是我認為一次短線去一個 分倉去部署去留底的一次機會 做一個短線 OK 好了今天的一個分享就先到這裏 好 好